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出席西纳的一场座谈会时 他就分享了为什么巫统会在大选时落败 然后他就讲出了落败的原因 另外一份马来报 Utusan Malaysia 他的这个封面头条 这比较有这个社会新闻的味道 他就讲AES不干加烂特败 就是说AES并不是有效解决交通意外的好方法 那么他就引述了不同专家的这些意见 包括了来自UPM 就是这个博大交通安全研究院的一个讲师 一个副教授 来解释来讲解为什么AES有它的不足的地方 那么除此之外 还包括了其他跟AES自动执法系统相关的一些课题 然后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就是他的这个封面里面还有一个小新闻 而这个小新闻是假如MCA 他这则新闻是引述马华副总会长郑联科发的一篇文告 那么这个文告就是说 马华愿意在大课题上跟这个伊党还有跟其他政党合作 同时也避免搞太多的政治花招以免分裂我们的这个社会 所以我都看来他也还是会继续关注马华的新闻 特别是有提到马华跟伊党的新闻 英文报的The Star The Star今天的这个封面是相当有趣 是政治新闻 他是讲说之前就有这个土团党的总秘书 也就是外交部副部长 Mazuki他的学历成为大家的焦点 因为有网民揭发说他所毕业的剑桥大学 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英国著名大学 名牌大学剑桥 而他所毕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剑桥大学 他的是美国剑桥国际大学 那么这两个大学是有天然之别的 英国的剑桥大学是历史悠久 是举世闻名的 而美国的剑桥国际大学 则是一间野鸡大学 而且这些报纸 同时还有其他的网民 也发为他们的主动追查的能力 包括上这家美国的剑桥国际大学去搜查 然后发现到他的大学里面的教职员当中 其中有一名教职员的他的照片 竟然有这一个交友网站的水印 同时他的教职员当中 有很多是美女 当中有一部分被视为是模特儿 所以 Mazuki现在成为大家的这个焦点 那么土团党的人就出来维护他说 其实选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大学资格 而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原因 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政敌 包括马华 包括这个巫统 都开足火力来炮轰他说 你现在造假的并不是你的学历问题而已 还包括了你的诚信 如果你的诚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你就不适合担任官职 所以你就应该卸下你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 所以这个新闻会继续的在延烧 从2月4号被踢爆之后呢 来到今年2月半号还是在燃烧 所以接下来相信Mazuki会是大家的焦点 新海峡时报它的封面是一则社会新闻 而这则社会新闻讲的是47名大马人 怀疑受了人蛇集团被骗到柬埔寨的Poypet Poypet是柬埔寨的一个很多赌场的地方 也被视为是柬埔寨的拉斯维加斯 而这47名大马人被骗去当地 然后以为说在当地会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但是他们在当地不止没有找到高薪的工作 同时也被当地的警方以剧赌的罪名扣留起来 那么现在就是这名孩子的妈妈就召开记者会 要求大马政府介入 所以这个是一则社会新闻 这则Financial Daily的封面头条 其实它的新闻是发生在尼泊尔 讲的就是亚同 他之前在尼泊尔买了一家叫做Ansel的公司 但是在买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缴税的问题 而尼泊尔法庭就有了一个裁决 就要求就裁定说 这个阿西亚大他必须要缴付21亿6千万令吉 好这一则新闻呢 除了会影响到阿西亚大的这个股票之外呢 同时呢也会对国库控股的这个接下来的部署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 因为国库控股呢也持有阿西亚大的这个股份 好因为今天是星球 所以有一份财经周刊叫做Focus Focus 今天呢 它的这个封面头条呢 是讲Mara 的这个revent 因为Mara 是在1966年成立 至今已经超过了50年 它是专门协助提升马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机构 而Mara 在过去国阵执政期间呢 就不断的被揭发说 他的这个投资啊 他的其他的这些商业的决定都出现了问题 包括有贪腐的嫌疑 所以现在呢 这则Focus 的封面头条 他就访问了Mara 的主席 然后来畅谈Mara将要进行的内部改组的一些问题